大家好,歡迎來到空中夜談,我是柏妤,今天要來開箱 這個是MacBook Pro 14吋的整修機 這是整修機喔,然後官網買的 蘋果官網買的,那規格是最低規格的 那這一側呢有這個條碼,所以這一側我就不露出來 其他地方可以 那我今天就來拍這個開箱影片啦,看這個整修機它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就一邊打開一邊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應該是這樣開吧 這裡這裡這裡 沒有開過蘋果電腦,從這邊撕開 原來還有指示啊 喔,好的 那裡面長這樣子 有一點髒髒的 它這個也有用這個封膠,它的整修機也有用這個封膠封起來耶 看起來跟新的一樣 這下面應該有條碼吧,我先偷看一下 對,後面也不能露出來,這後面有條碼 那我就正面面對你們 它這有一個箭頭 噢,照箭頭撕開就對了 噢,照箭頭撕開就對了 好,然後 包裝跟新的是一樣的 然後 好,我隔這麼遠 我都聞到味道 新機的味道 充電線 先放在旁邊 先放在旁邊 這個MagSafe的充電線 磁吸式的 先放這裡 然後 這應該是說明書 然後這是 這個充電的 插頭 先放旁邊 好,電腦本體 下面還有東西嗎? 下面應該沒東西 好的 哇,那這 全新包裝耶 聽說有人買整修機 有污損還有這個 底座不平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來試看看 這有污損嗎? 應該是沒有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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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這個正面沒有問題 然後 這是 後面 我現在看起來 完全沒問題 側面 MagSafe 然後兩個雷電視 跟 這個耳機孔 是 是吧 耳機孔 然後 前面 欸 本來就這樣 我把它打開喔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咚了一聲 看起來 看起來 來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污損 看起來完全沒問題 那另外一面 這個 這個 讀卡機 雷電 還有一個 這個 HDMI 那 底部 底部它就是寫 MacBook Pro 先合起來 你看 有污損嗎 好,我們來試看看它的底座有沒有不平整的這個狀況 完全沒問題 這是平整的 那就顯示一個 哈囉 好 這個就是14寸的MacBook Pro 最低配的 就是去年 2021年的10月發布的 這個版本 M1 Pro的這個版本 現在可以用了嗎 沒有用過蘋果電腦 是按這個嗎 選擇語言 好,繁體中文 下一步 下一步 選擇你的地區 國家 好下面喔 好多選繁體中文 怎麼不把使用繁體中文的國家 寫在前面咧 開始抱怨 繁體注音 這不是可以選的喔 香巴老不會設定 輔助使用 看不懂耶 應該不用吧 稍後再說 選擇WiFi 喔好 這個我就再自己設定囉 先跟你們說 掰掰囉 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 好的 再跟各位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有一個 輸入驗證碼的畫面之後呢 它就跳到了這個 傳送資訊到這部Mac 然後 對,它中間畫面一度變黑 我本來還以為 是不是自動關機了 我就連上了充電器 發現它還有超過一半的電量 那它現在 唉唷 怎麼東了一聲 那它現在在這個畫面 已經超過五分鐘了吧 對,好像在傳送資料中 那待會還有什麼進度 也會在這個影片裡面更新一下 希望接下來也沒有別的事情啦 應該傳資料傳一傳就OK了吧 好的,就先這樣啦 最後更新一下進度 過了40分鐘才進入這個畫面 終於成功了 可是它這個下面怎麼不會滑來滑去的 可能要再研究一下 好啦,今天的影片真的結束了 我終於進入桌面了 大家掰掰啦 掰掰掰掰